舒奇 作为国际女星之一 她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 曾经在影坛获奖无数 更是人尽皆知的女星之一 西外她更是大众的女神 1976年4月16日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新店区 早年家境贫寒 她读书到中学时家境窘迫而停止学业 16岁签约台湾巴比伦公司做模特和广告女郎 凭电影《非一般爱情小说》 获得了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第3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凭借红星13位获得了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凭电影《非诚勿扰》舒奇 获得了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 境外华裔女演员奖 观众对她的演技有很高的评价 她的掌握已经达到了游刃有余的程度 在于她领悟力强 善于学习 凭借一点点的努力 跻身到了国际水平 个人生活 在爱情上 因为她之前的种种 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很难得到爱情的人 但舒奇还是遇到了 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冯德伦 冯德伦在香港是有名的才子 在美国名校毕业 不仅长相俊朗帅气 同时她还是一位导演 在事业上绝对说得上是一个成功人士 两人相恋19年 2014年两人才公开承认了恋情 两年之后两人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很多的网友都在为舒奇祝福 婚后舒奇和冯德伦的生活还算幸福 冯德伦对舒奇也是宠爱有加 让她在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以后从女英雄变成了小公主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 Miami M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